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众人应当常常思想复活的真理 他们却蓄意将复活从记忆中除掉 称死亡为万事的结束以及人的终结 所罗门显然表达一般人对死亡的看法 他说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传道书九章四节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瘦的魂是下入地呢 传道书三章二十一节 因为每个时代都充满着畜类般的愚昧 甚至教会也由此异教之风渗入 萨都该人甚至敢公开否认身体的复活 即认为灵魂是必死的 其实 人与生俱来就有复活的观念 此观念常常活化在他们眼前 他们愚昧找借口否认复活 令人不可思议更无法推诿 人以神圣不可侵犯的礼仪作为葬礼习俗 难道不就是他们相信来生的证据吗 没有人能说这是由于迷信而开始的 因为早期敬前的先祖都举行葬礼 神也定义葬礼习俗存留在外邦人中 将这复活的图画摆在他们眼前 使他们醒悟过来 虽然这样的仪式对他们无益 但我们若智慧地思考其目的 则对我们是有用的 因为世人都以丧礼表白 他们所不信的复活真理时 这对他们的不信悖逆而言 是极大的讽刺 然而撒旦不只是迷惑他们 使他们将复活的记忆与尸首一同埋葬 他也企图以各种不同的谎言 混淆复活的教义 想要彻底摧毁之 撒旦在保罗时代 已经开始想推翻这教义 后来千禧年主义者兴起 将基督的统治局限于一千年 他们虚妄的观点是肤浅的 无需也不值得反驳 虽然他们引用启示录做借口 来支持其谬论 其实启示录一点也不支持这教导 因为一千年 启示录二十章四节 这个数字并不是指教会永恒的福祉 而是指教会仍在地上征战的时期 遭遇各种苦难 反而言之 整本圣经都宣告选民的福祉 以及恶人的刑罚 都是无止境的 千禧年主义者说选民的福祉 只有一千年 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既然这并非是神的圣言 启示所教导的 乃是他们的妄想谬论 我们应该完全弃绝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